上一次介绍完 eye shadow之后 转回头我们又介绍护肤品了 为什么呢?因为春天关系 大家都应该需要换过一套新的护肤品 最近有很多朋友都看到我 为何你的臉好像瘦了? 又或者你的皮肤膚质又好了 当然SK也很大功劳之外 我还有三个产品都是极力推介给大家的 首先就是这一支 这个是一个美国牌子 我想身边有很多朋友都推介了这一支给大家 我自己本身皮肤真的比较偏油 而且真的有纹 因为年纪都不小 开始有少少内油外干 或者内干外油的情况出现了 这两个情况我有出现过 这一支是很好的 是一个喷劑的吞全面 喷完之后有少少冰凉凉的效果 让它慢慢吸收 那它好处是什么呢? 爽身 因为自己我派一些很落身的东西 一擦完落身的东西 容易生油脂粒 还有黏粒很容易出油的感觉 容易溶妆 那这个一吸收完之后 就变得很清爽 所以你有纹的地方就可以噴 好的情况是如何呢? 神仙水我都用了几支了 这一支我现在用了最少冰凉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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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凉 最近看到你的臉好像瘦了 你是不是做了什么机 最近真的没什么时间做机了 我反而用了这支去做打底的精华 因为它有两个头 每一边的分量相同 然后拌均匀再塗面 我塗完之后 其实我自己也会有少少动作去做 就是做一些瘦面的效果 大家记住我们可以用手指 去推一推一些梳骨位底 咀嚼和咀嚼对上这些位置 大家塗皮肤的时可以慢慢推 推大约20下的话 应该面这些位置会瘦一点 而且会配合一些很好的瘦面产品 出来的效果就会更加好 第三支 这个牌子应该大家都不会陌生的 是Sifli的打底 它是一个乳液 是你塗完一个通蓝之后 再塗这一支 再上皮肤的 为什么喜欢塗这一支呢 类似肌底液的产品 这个其实是类似那一类的产品 塗完之后 再塗其他的护肤品 是很吸收的 测大半半 因为它一半其实也挺多的 慢慢拆开之后 再塗自己要的水泡 上去出来的效果 真的吸收很多了 这些产品 我们之前上一集也有提及过 Piu的牌子 这个也是同一牌子 韩国牌子 眉筆 大家可以看到 这支是比较多于一支的眉筆 这个是液体状的眉筆 我自己也是因为夏天很黏 很容易出油 也都以前试过 用一些不适合的质地 很快溶就变成头尾 没有了颜色 中间有个深色的话 其实就好像变成蜜不小心 就很噁心了 这个就会很耐用的 由你晚上下妆之前 它都真的不会掉 当然 画的时候大家小心点 不要画得太实 选颜色 其实它也好像没有记错 就有四种颜色去选 大家可以看一下 你等它干了之后 其实再触它是不会掉 所以这个除了是女士合用之外 其实我觉得男士 都可以试试这一支 还有为什么推荐它呢 因为其实外面很多牌子 都有这一类型的质地的眉筆 又是便宜 所以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这个牌子 我觉得这个牌子是不错的 那连续三集 我们介绍了十个好用产品给大家 希望大家喜欢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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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